上次說到 我們都知道困在巨像的頂部 雖然可以撐得一時 但無論如何都撐不到一輩子 正在想辦法 怎知道那些毒蛇理得這麼快 尤其是那條大蛇 身前身後帶著十部毒霧 不是說被牠咬到 就是距離牠近一點恐怕都會中毒 我們只好避開牠的鋒芒 迅速地向巨像的頂端退卻 我拔著楊雪理就走 但是他還是對牆壁上的標記念念不忘 說那些是由一個眾多殉教者 對惡羅海誠所進行的惡毒咀咒 我是對楊雪理說了 現在還怎顧得這些東西 跑慢點都死 有什麼話想出去再說呢 趁著黑蛇爭先恐後逼入來的短暫時機 我跟在肥仔後面 逃到了頂層 感覺高處冷風破臉 再都無路可逃了 由於巨像沒有了一半 所以這裡相當於 是拿路在外邊的半層截面 石屈的爛牆高低不平 附近沒有合適的石板 可以用來阻擋蛇群 肥仔穿起雲身的筋骨 連喝奶的力都用了 將一節從牆壁上塌下來的石塊 推向上來的洞口 就在石塊即將封死洞口的一剎那 只見兩條黑蛇 好像兩支離然的快箭 堅硬的黑輪撕破空氣 發出嗤嗤嗤兩聲低沉 以後順滯的響聲 從下面猛喘上來 這種黑蛇體型粗短 非常強壯有力 利用身體彈身的力量 可以在空中揣出幾米遠的距離 來勢凌厲無比 戰術蛇登一仿 毒蛇就已經飛到面前了 由於巨像頭頂的地形合宅 五個人分處四周 我擔心開槍會傷到自己人 而且如果不可以一擊之下 將兩條毒蛇同時徹底打死 一旦被這兩條來去如風的怪蛇有機會 那麼我們的人就必死無疑了 情急之下 只要隨手舉在地上的一個背囊 當成擋箭牌 舉在面前一擋 這兩條黑蛇的蛇口 同時咬在背包之上 我未等兩條黑蛇鬆口落地 就將背包從高空拋了下去 背包帶著兩條黑蛇 從黑暗中跌了下去 過了半天 先聽到落地的聲音 順著山壁傳了上來 這個時候肥仔已經推動石塊 完全塞實入口了 見到我將背包扔了下去 一摔腳就說了 哎呀老虎呀 你自己那隻難鬼包裡頭 什麼都沒有就不扔 是都要扔我那隻 現在就好了 剩下的那些靈龜殼和藥品 什麼都沒有了 不過呢我們如果落得回去 那又不同 說不上還可以撿得回來的 講完叫我幫他將附近 所有可以搬得動的石頭 都堆在入口裡 哪怕可以阻多幾分鐘都是好的 想到這些空殘的毒蛇 覺得腳都軟了 我們平生所遇過的威脅 就是以這些黑蛇最為重要 他們可以在瞬間置人於死地 蛇群的來勢雖然暫時被指著 但是我們的處境一點都沒有好轉 身在絕高危險之地 就算有苦膽紅心 也不可能不敢到畏懼 肥仔乾脆只是看著自己的腳 一眼都不敢向下望 楊樹莉看著身邊的破牆出神 阿鄉也已經從昏水中醒過來 緊閉雙目 不知道他是怕高 還是怕看到這個充滿殉教者怨念的巨像 明叔就臉如死灰 攜在地上閉上雙眼 只是不停地唸 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恩菩薩 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恩菩薩 楊樹莉分了一陣神 走過來對我講 我在下層的石牆道 發現了兩個破裂開的眼球符號 魔國人崇拜眼睛 他們所有的桃藤裡頭 即使有滴血之眼 這也是一種通過流血來解脫靈魂的信教形式 但絕對不可能有裂開的眼球 這代表了毀滅和力量的崩潰 這樣看來 可能和世界上其餘的神權宗教體系政權一樣 在政權的末期 身處神權統治下的民眾 開始逐漸對信仰產生懷疑 他們會覺得這種死亡的儀式毫無價值 但是宗教仍然佔有絕對的統治地位 在這樣的情況下 個人的意志是可悲的 他們被命運推上了絕路 在死之前 偷偷記下了詛咒的印記 由於石刻是黑色的 所以沒有被人發覺 而且越到後來 在死之前刻低詛咒的人就越多 風食湖下邊的惡羅海城 明顯是毀於一次大規模的地陷災難 而這個破裂的眼球標記 偏偏又被大量偷黑在神像內部 那只是一種巧合呢 還是詛咒真的應驗了呢 這個古老的神權皇國 起源對眼睛的崇拜 恐怕最終也要毀滅於眼睛 我又說了 剛才你就在想這些東西 有時候 真是不知道應該說你聰明好還是傻好 我們這條命都不保了 你還想這些東西有什麼用呢 就算不是詛咒應驗 這個惡羅海城的神權統治 亦都是多行不易必自弊 他們橫行撞北那麼多年 危害甚至延續到現在 所以這座古城毀滅於天災人禍 那都是不足為奇的 現在 我還想再來一次地震 我們就算是死都要找這些毒蛇電背 你真是看得開 那我問你了 既然我們都沒有多久的命 那你有沒有東西想對我說呢 我看了看另外三個人 開始覺得這些人在那裡阻礙了 只要對楊雪來說 這種場合有什麼好說呢 我最不甘心的一件事 就是我意志不夠堅定 擋不住美元和美女的誘惑 本來這樣也沒什麼的 我從陝西回來之後 就打算不再做摩金這一行的了 將來可以和美國人民合作一下 研究一下金融股票 爭取可以在華爾街做個金融大鱷 和那些什麼石油大亨啊 黑手黨教父啊 米老鼠啊 那樣打交道吧 嘿 越講越離譜 你呀 都講到慣了口了 我還是跟你講一下 關於岳羅海誠的事呢 忽然他壓低聲對我說了 岳羅海誠中的眼球圖騰 大多數是單數 而牆壁上的破裂之眼都是兩隻 我有一種直覺 破裂指的是大黑天激雷山 而這兩隻眼球 正好分別表示 詹咒岳羅海誠發生的兩次大災難 這裏的確曾經發生過大災難 但是究竟是一次呢 還是兩次呢 就沒辦法得知了 楊柱利並沒有為我們會死在這裏而過分擔憂 他敏銳的直覺 似乎察覺到這裏的空氣裏頭 出現了一些異樣的變化 或者事情還會有轉機 咬向對眼就是個關鍵的元素 他對眼自從發現神像裏頭隱藏著的怨念之後 其實與其說是發現 倒不如說是他對眼 喚醒了對這個巨像悲慘的記憶 從那一刻開始 這裏的氣氛變得越來越奇怪 說不定第二次災難很快就會發生 眾人走不走得掉 就要看可不可以抓得住這一次機會了 我知道楊柱利的血統很特殊 他似乎對將要發生的事情有種先天性的微妙感應 他既然認為我們還有生存的希望 那我心裡頭就多了點指望了 並且我其實都不是那麼甘心死 於是又站起來反覆看了看地形 但是看完之後就徹底心寒了 任憑你有幾大本事 如果不生對疫絕對是走不掉的 剛剛擺脫了鬼動的詛咒 真是剛離苦月逃生去 幼於龍潭古浪裡 我們的命運為何這麼陷糊呢 為甚麼就不可以來一次 鱷魚脫卻金鉤去 搖頭擺尾不再來呢 我們腳下的巨像 是微微向激雷山的方向傾斜的 剩下的半折頭 邪意在陡峭的山壁上 兩隻由臂彎柱前身的手臂 插入山林之中 神像在峭壁之間的角度很小 現在我們到了最頂層 地面也是傾斜著的 不知道這個神像是故意造成這樣的呢 還是由於設計上的失誤 造成了他的傾斜 我已經沒有心思再剁磨這些東西了 看了看其餘的幾個人 個個都無精打采 我心想這次死硬了 但是死也要死得有體面 於是我對眾人說 同志們 很遺憾 我們看不到勝利的一日 不過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們也算是揭盡了全力了 最後還是差點運氣 我看這次是要死硬的了 認命 現在我個人先表態 一陣獨蛇爬上來的時候 我就從這裏直接跳下去 絕不食言 我寧願達到粉身碎骨 也不願意被蛇咬死 所以到時候 你們哪個都別攔著我 肥仔最怕的 就是從高處跌下去 達死的死犯 但是這種話 肯定是不會說出口的 聽我說 打算從幾十米的高空跳下去 連忙就很蔑視地說了 我說胡大師令 臨危不亂 你還差我一匹 毒蛇都未爬到眼前 你就嚇到懵了 你以為跳下去很英勇嗎 呦 那些是匹夫之勇 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你踏下去 踏成肉餅 你以為毒蛇就會放過你 不是又是照樣在你屍體上亂咬一輪 怎麼計 你都要被蛇咬 何必是要跳下去 我看 我們就這樣坐在那裡 豁出去了 我這張臭皮囊就這樣一擺 哪條蛇要咬呢 我們就飲它咬 這樣才顯得我是幾大意凝然 這些才叫做有造派有原則有格調的摩金教委 你懂不懂 我和肥仔咬了幾句 其餘的三個人 以為我們對即將到來的死亡毫不在乎 其實只有我們自己才清楚 我們這樣是一種心虛的表現 我已經感覺到眾人絕望的情緒 變得越來越明顯 這個時候明叔突然驚叫 糟了糟了 這些石頭沒有了 沒有了 胡大哥 胡大人 胡司令 胡書記 你快點想想辦法 雖然大家都知道 這是遲早要發生的 但是仍然不免心頭一沉 這些蓋在通道之上的石牆殘片 出現了一大片暗紅色的陰影 好像是從石頭裡面滲出污血一樣 底層大群黑蛇中 其中有一條體型最粗大的 他的蛇口道噴出的毒液 一旦接觸空氣 就立即化成類似毒菌的東西 形狀好像紅色的草菇 幾秒鐘之後 就會膚毀成黑紅色的灰盡 簡直就好像流酸一樣 竟然將石牆腐蝕出一個大洞 肥仔對我說了 哎呀我說胡思令 你要跳樓趁早 遲些怕沒機會 我咒了幾句 你阿爺 這些毒蛇的毒液 為什麼你老美用不完 我又對肥仔說 臨死 我們要劏回幾條毒蛇 圍回本 講緊的時候 我和肥仔楊雪莉 將槍口都對準了蛇群突進來的地方 最後幾發子彈都上了堂 就算是死 你啊都要先將那條大蛇搞定它先 由於黑蛇太多 我們的子彈又鎖靜無幾 而且始終沒有機會對它開槍 但是這次一定可以徹底地做下這隻東西的 蛇群發出的躁動聲突然平息 他們應該先行散開 流出一個衝擊的空間 等石板踏下去之後 就會好像潮水般蜂擁而上 我們的呼吸也隨之變粗 燈大布滿紅絲的眼 死死地釘緊入口 人蛇雙方都如同是被拉滿然的弓箭 各自速勢待發 那一刻靜到出奇 地下合局中那些涼針針 充滿硫磺味的氣流 彷彿都變得凝固 緊張的氣氛不單止蔓延進了空氣 就連時間都好像被放慢了那樣 就在這個如同靜止著的時空裡頭 突然傳你一陣 奇怪聲音 那些聲音開始還很小 幾秒鐘之後 罩然密集起來 我們伸向巨像的頭頂 感覺整個天地都被這種聲音籠罩著 眾人的注意力被從入口處分散到這些聲音上面 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但似乎感覺到這些聲音 我們又是這麼熟悉的 我們的情況已經糊到頭 就算再發生什麼事 又可以碎到哪裡 原來已經嚇到傻了的阿鄉突然開口說 是 是這座山 是這座山 在這座山 在這動 我看到手電筒的光速下面 巨像頭頂那些小小的碎石都在震動 由於身體緊張到僵硬 我們竟然沒有感覺到腳下邊的變化 聽到阿鄉這樣說 我立刻舉起狼眼的手電筒 將光線對準巨像傾斜過去的那面峭壁 伴隨著山體裡頭發出的聲響 峭壁的精密還裂出了無數的裂縫 而且分布得越來越長 山體上面 好像掙扎出一條條張牙舞爪的油龍 哎呀沒有了沒有了 本來還以為可以遇水而得中度 這座山一塔 我們就要遇土而入冥道咯 我心想 唉算了算了 看來我們最後是要被山崩摘死 而不是死在毒蛇之口 雖然都是一死 但是老天爺總算都是多照顧我們 這種死法比毒蛇咬死要好很多的 山體裡頭裂縫抗大的聲音 隨即又變為了震震的悶雷聲 震到人心神搖動 似乎是大黑天激雷山水晶脈礦中的能量積聚得太久 現在要全部宣洩出來 楊雪莉立刻告訴大家 不是山崩是水 地下湖的水要倒灌進來 大家快點找可以固定身體的地方躲好 觸實一點千萬不要鬆手 山林中悶雷聲響徹四周 幾乎要把他聲蓋住 楊雪莉連說了兩次我才聽清楚 他畫中所指的水是從哪裡來的呢 從這裡的地形來看 原在祭壇正上方的地下湖 和這座巨像所隔不遠 可能是我們祭壇中拖延的時間太久 一次猛烈持久的精撻 導致了很多精神的斷裂 肥仔的鼻哥就是被跌下來的精蕊切了一塊去 剩下的岩層已經承受不住湖水的壓力 雖然仍然支撐了一段時間 但是山殼既然已經出現了龜裂 地下大合谷的地形太低 高著地下湖中 沒有流向東面的地下水都會湧進來這裡 隨後將會發生可怕的湖水 向西北渡灌的現象 地下湖中的積水 會好像超高壓水槍一樣 從破裂的岩縄裏頭擊射而出 眾人立即緊緊地靠著身邊的斷牆 明叔躲在我身邊 還不時問我 如果湖水湧出來 我們就不用死了 遇水得中度 遇水得中度 你說是不是 我就罵了 是你這個死人頭嗎 經常說是不是 就算地下湖裡的水再多 也填滿這條大合谷 我們被水沖下去 和自己從巨像跳下去有什麼區別 雷聲激蕩不絕 下層的蛇群 也突破了失實入口的石板 那些石頭都已經爛得好像泥一樣 一條黑蛇身體騰空 首當其衝 從爛石洞裡頭約了出來 肥仔一手抱著斷牆 另一隻手將槍舉起 頂著肩膀 單手擊發 槍響的時候 早就將蛇頭頂的肉眼射穿了 死蛇又從空中跌下來 底下其餘的黑蛇稍微有些混亂 來勢頓時慢了下來 我都用手槍對準地面的缺口開了兩槍 但是每個人也就是剩下十多發子彈那麼大把 這種局面最多只能夠維持一兩分鐘 附近空氣中的硫磺味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起 開始變得濃烈起身 肯定是激雷山的震動 使合谷底部也產生了連鎖反應 並未完全死亡的熔岩帶 也跟著蠢蠢欲動起身 毒蛇最怕的就是這些氣味 但是他們還是拼命地爬上來 雖然我們開槍打死了幾條黑蛇 但是剩下的前腹後計又跟著湧上來了 就像我們已經無法壓制著衝入頂層的毒蛇之時 突然激雷山中的雷聲消失了 但是整個山體和大地 仍然在到無聲的微微震抖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 身體和地面都在那裡抖動 但再一點聲都沒有 黑暗龐大的地底合谷中一片死直 就連那些毒蛇 彷彿也感覺到有些事情要發生 一時間都不記得繼續爬 包括我們五個人在內的所有生物 都陷入了一種萬無邊際的恐慌之中 此短暫而有漫長的直靜 大約持續了幾秒鐘 緊接著是三聲石破天驚的巨響 從激雷山裡頭擊射出三道水流 其中有兩道水流噴出的位置 就是在巨像空口附近 另外一道直接噴入地下合谷 這些水就好像是三條銀白色的巨龍 每一股都有巨像的腰那麼粗 帶著山殼中的碎石 直捲著漫天的水氣衝擊而來 黑色神像本尼就頭重腳輕 雖然是高大 但是內部都被掏空了 被這些激流一衝 開始搖晃起身 他插入山體的手臂 也漸漸和山殼脫離 面對天地間的巨變 人類的力量變得實在太渺小太渺小了 我們緊緊地捉緊斷牆 在猛烈的搖房中 連站都站不穩 我慢慢沒有想到這一次來西藏 最後竟然由水而往 巨像一旦被水流衝擊 倒入地下合谷 那麼我們肯定就沒命 但這個時候 除了盡量固定住自己身體之外 什麼都做不到 那些毒蛇 也被巨像帶來的震動嚇到動不到 或者好像我們這樣 在地震這樣的搖房中 很難作出任何行動 這個時候人人自危 都沒有工夫去理會那些毒蛇 就算是被蛇咬 都逸死不鬆手 這個時候不知道誰叫了聲 要想了 巨像果然不再仿動 而是以極緩慢的速度 向激雷山對面塌了下去 我感覺心臟 跟著巨像慢慢傾斜的方向 要從嘴裡頭跌出來 突然發現阿香對重心的轉移 準備不足 而且他只有一隻手可以用 從斷牆邊滾了下來 我沒有辦法鬆手 否則我都要從頭頂的殘缺位置滾下去 但是伸出一隻手又握不到他 只要伸出腳 將他攔住 阿香還算聰明 抱著我的腳 這樣才沒有從缺口裡跌下去 這個時候 這座神像 以一個不可思議的角度傾斜 忽然停下來 不再繼續傾斜 好像是掛著山壁的某個位置 我趁這個機會把阿香捉緊 在巨像下面一看 頓時覺得腦袋嗡嗡嗡聲響 由於巨像本身並非和合谷的走勢平衡 為之少偏 塌了之後頭部 剛好支撐在東面的絕壁之上 鞘壁上有很多裸露在外面的古生物化石 在巨像的重壓之下 被壓塌的石塊 Velifala地向下跌 而巨像不但繼續承受著地下水猛烈的衝擊 加上自身傾倒的自重 正響到搖搖欲墜 隨時都有可能貼著鞘壁繼續塌下去 形勢險惡 我覺得雲身躁熱難當 汗如雨下 而且空氣也變得混濁起身 四周圍到處都是灰蒙蒙濕濕的 隨即是覺得不對勁 這些不是霧 而是水蒸氣 在地下的熔岩噴了出來 和湖水相撞 將下面的水燒到沸騰起身 人魚一跌下去 實聽綠餃子 實錠到阿媽都不認得 楊雪妮抬手一指 你們看 那邊的是什麼 我順著她的手向那邊一看 雖然水無離慢 但是由於距離很近 可以見到隱隱約約 有個白色的影 橫向合谷兩邊的峭壁之間 這個合谷原本很黑 但是從下方的峭壁裂縫道 滲了一些岩漿出來 拍到高柱一片暗紅 如果不是根本是看不到 我用力想看清楚 但是越看越模糊 好像是座原在絕壁上的白色橋樑 雖然這樣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麼說 蛇群都被熱氣逼到瘋了 他們很快就會爬滿巨像頭頂 你那邊是什麼 爬過去再說 否則再過一陣 不讓蛇咬死 都要跌到水裡煮熟 我們扶著頂層的斷牆殘壁 走近一看 原來巨像的頭頂超壁相接的地方 有一副巨大的長脊椎生物化石 長長的脊椎和胸骨的兩端 都盤曲著陷在山岩之中 中間很長的一截骨架 卻圓在半空之中 巨像壓到山岩不斷塌落 眼看著就要倒了 我馬上叫大家快爬上骨架 講緊的時候 把楊雪利和明叔推上去 阿香身負重傷 要他自己從圓胸的骨架爬過去是不可能的 必須找個人背著他 而肥仔畏高 要他背阿香 兩個都可能跌下去 唯有讓我背著阿香 我把快掛一扣 準備好之後 就催促肥仔快點走 肥仔轉回頭 踢那些湧出來的毒蛇 下面是沸騰的地下水 怎麼死都不好受 只好橫下一條心 一咬牙關 乾脆閉上雙眼 摸到骨架的化石旁邊 就爬上去了 我背著阿香走向最後 巨像隨時都有可能倒塌 我回頭看一張眼 那條流著口水的大蛇 已經將其餘的黑蛇壓在下面 爬到了頂層 尾隨而知了 好了 我們五個人 最後能不能夠逃出生天呢 我下次再說 我下次再說